嗯,大家看到这个小景不错吧 小河水 然后绿树 今天很安静,所以能拍一些有趣的 这是穿过一只鱼 这肯定是有讲头的 很有特点的这种 我也是第一次来哟 Rose Viet 玫瑰剧场,他们会上演一些喜剧,画剧,音乐剧,鲜花 哦,有些天鹅 这样拍一下 完全是一种街景 我一直说好在没有下雨 很悠闲 有很多游人 这应该是 民宅吧,所谓的 这应该是民宅 可以买一个盒的,应该是比较贵的 我相信,这一个利剑的东西是银色的 哦,这个雕塑很好 这是我们叫镇宅的吧 这是私人的了,不可以随便进入了 哦,这条船叫什么 Lady Pantasy 这是算是伦敦的一个小景了 那这是河这边 然后那边是河对岸咯 都好啊,如果你住在这种环境下 没有好心情它也怪了 是不是 但是,这海里妈妈在喂孩子奶 在哺乳 接近 嗯,看这条船 Mary Louise Uruvy Mary Louise 可能它这种私人船也是到这儿停靠一下 中国人的国旗 因为你可以顺着这些河 可以飘到一些 可以飘到其他国家,不知道 德国法国的 Raven Wild Raven 嗯,很有意思 他们会停靠一下,休息一下 Raven 哇,这些英文词也是够难搞 所以还要查一下 不能最快的给大家解释 毛图毛 不得不承认的 你看这一架私人的船,多可爱 嗯 一边养这么多花 哈哈 这是自己的船 叫什么 Willy Gig 这都要去查一下才知道 挺可爱的,颜色呀,绿草啊 还有一对小鹿 松鼠 还有一家羊 企鹅 鹿 鹿 这些花是真的 这个季节正式开的 嗯,这些花是真的 哦,它可以在上面喝一杯茶的 有两个小椅子 这是真的 这两个椅子是真的 可以喝杯茶的 这阳光明媚的 那是绝对要 人家要绝对坐在上面 船的主人 能看到里面是有厨房设施的 冰柜啊,外出什么 嗯,估计这 这两位就是船主了 这里歇一下 嗯 好像还有木具在拿一些木头 很奇怪 嗯 很特别 哦,这应该是英国的老的一个 这个 是不是生产啤酒的呀 我这么估计 嗯 把这部分的 设施完成了 大家看有一堆人在那走 看到没有 这堆人呢 就是 我们说一群上了年纪的 应该是60岁以上的 他们会 在节假日的时候 组织一起 嗯 出油 有些已经是单身了 有些是 还有 嗯 点辣子 嗯 嗯 所以大家出油一天 啊,吃吃饭 喝喝茶 然后呢 呃,飘游一下 节假日的活动 就一条船开进来了 这条船是干嘛的 我看 应该是一种 油 一种 旅游的吧 但是哈 没有什么人坐在上面 是英国人的旗帜 挺好看 沿岸一有水了 这地方就有灵气了 咱们说 一有水了 嗯 就有树有草的 这肯定好看了 你看这个 这是一小街头的一景 嗯 可以抽下烟 有做运动的 哦 然后 坐在这种 坐在这种 木头设计的 这个设计的很好啊 你看 而且整个这个街景的效果 又没有被破坏 比如说 水泥啊 什么的啊 他们 欧洲这边比较注重环境的这种整体效果吧 所以你可以坐在上面 坐在下面 都行 坐两层的 嗯 可以休息一下 看看对岸风光 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你知不知道看到对岸 普通人都可以享受这种 还有船 这个看上去破一点 这个估计没有住家了 嗯 那个有点像军人的感觉啊 Charles London Charles W London 什么意思 这是船的名字咯 肯定每一个船都有一个故事 都有它的历史 生产历史 然后还有 过了多少手的这个 主人 拥有这种船的 一定都是这样了 好 我还真没有闲情意志来看看 这一部分的伦敦 已经长潮了 水越来越高了 这是刚刚 这是青年的天鹅 还没有变成全白的 天鹅 看看你们天鹅 看看你们天鹅 安静 不懂他们吃什么呢 嗯 一个人 那个人他在吃 他在捡 或者在吃什么 挺好 这是一个小停靠的码头 非常小的一个码头 要码头吗 不能叫吧 就是靠着岸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水拍打着这个 这一部分叫什么 中文 也忘了 英文也不懂怎么说 这是不要近的 哦 这也是private的 也是私人拥有 这只天鹅 这只天鹅 就像此时的我 像不像我 漂亮呢 要是阳光明媚就更漂亮了 很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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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自己的羽毛 很悠闲 很漂亮 还有更多的鱼过来 清洁自己的羽毛 爱护他们的羽毛 小鸟 听见鸟叫了吗 是 这样前走一走 差不多了 这是我的一个 他这肯定会沿途有些酒吧 或者是小饭店 欧洲其他国家也基本是这样了 这有水啊 又是会很漂亮的 然后吃的 Good times lunch deal Every day 五磅四九 可以吃一个 汉堡包 喝的要另外加了 这个不错 Riperside vegetarian 然后呢 这是一个 河边的小方圆 饭店 装面外饭 很好吃的 意大利人 非常好 非常好 哦 这还有一个花船 儿子还坐在前面 妈妈坐在 儿子坐在爸爸怀里 妈妈在 前面一家的情景 这边的椅子 然后有人 盛开的鲜花 好吃的 对着河边 吃一个 Brazilian的一个 寄宿餐 叫一杯红酒 听着美好的音乐 听着美好的音乐 然后吃个自助餐 很高兴 我们要好好享享生活 巴西的自助餐 很好吃啊 然后对面是河 很饿了 一下吃了一盘 什么都有 它有炸香蕉 各种青菜 豆啊 嗯 红青椒 绿青椒 还有这种root 这种红的很好吃 这很好吃 嗯 嗯 还有各种豆类 嗯 那这家贵一些 这家是 今天应该是16磅 嗯 因为我在温布尔顿那家 会吃的很便宜 他才是 他开启就说是 哎呀 不到很棒吧 其实是这样说 但是你要加一点酒水呢 也就10磅多了 嗯 不过是很好吃 很好吃 我今天是纯粹的吃货 真的饿了 这是我的第二盘 嗯 不非不加其他肉的话呢 就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它有很好的这个猪 猪蹄肉什么的 我挺喜欢吃这个 吃很多豆 嗯 这是第二盘 可能是吃多了今天 嗯 然后他们会把广告做在这里 这家餐厅 嗯 咖啡和甜品 茶叶放在这里 嗯 这很贵 因为这个地区 确实是有好风景 然后这个布丁 布丁 布丁就是甜品了 就五磅了 呃 这个是瓜巴 是一种 一种很好喝的这种饮料 做的呃 芝士蛋糕很好吃 但是不便宜 五磅多了 嗯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 cheese cake 嗯 非常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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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ice cream 非常 这个 叫做传统的 vanilla vanilla 这么讲 嗯 嗯 这个他把甜品都放在这盒子里 然后给这家做广告 我估计 伊犁是一个公司 嗯 cafe expresso 一磅酒 呃 强一点的 两磅五 cappuccino 两磅酒 latte 是不是有 很多甜的东西 嗯 这个茶 有很多种茶 有薄荷茶 还有新鲜的薄荷 还有绿茶 英国茶 早茶 这就是三磅 两磅酒三磅了 你看这个 这个压价很要紧 这两磅七 也是三磅了 对不对 两磅酒 六磅五 已经是七磅了 所以 嗯 就是 你要这个地方漂亮 嗯 那肯定要多花钱啦 没有办法 这河边 这河边 装饰又好 然后呢 嗯 嗯 很多人都是 吃那个懒酵 中午一点了 现在 就都来吃饭了 还算 还算 比 在昂布尔冬内加好一些 大概 还是 浩泡 嗯 大家看渡肥呢 什么 Toyless T obligations Toyless Toyless 错了 要会找啊 一般会有 男头像女头像了就可以找到了 其实吃猪肉餐有样不好 就是总是吃的太多 因为你花了钱了你就想多吃 其实吃完了就胃受不了 最后一盘了 不能再吃了 酒还没喝过 这杯红酒很一般 很年轻的这种酒 可以看到底的 它叫House Red Wine 就是四棒九五 不好喝不够 真的不够年头了 一般在英国的餐厅 四棒酒应该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意大利酒 应该四棒酒应该是相当的 一种要成熟 还是叫什么 mature的那种 这个就一般 嗯 嗯 也是尝咯 尝一下咯 175ml 体验一下 吃了很多 我们提醒一下 这个英国人这边的礼节 就是要吃完以后 把两个刀跟叉 合在一块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再加了 然后在这里 不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